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香香美食栏目 要理财找光大新客户 有专属的高收益项目 本来猫特别感谢中国光大银行 郑州分行的大力支持 这俗话说 不出争月它都是年 所以小飞在这儿呢 给大家伙呢 拜个晚年 祝大家伙呢 晚年吉祥 晚年幸福 没红包水哥 没红包 没红包啊 你啥叫我念幸福 行吗 开开心心就好了 说到这个信念 我跟你说 我觉得你得念最大愿望是 最大的愿望 对 申请工作者 没希望 没希望 北刚 活一把吧 咱再活一把 还玩游戏啊 小老板 你是脂肪了吗 还没上了 还没上了 你先来这儿吃过没 先来过 来过 正面正面正面 变景没什么 找着外头冷 被封的你知道吗 要被封的 一般来着都吃啥 吃鱼 麻辣好吃 吃个酸菜鱼能吃得满风暴汗的 吃火锅 就是这种 要的这种感觉 一个糊辣 一个四川 鱼怎么样 鱼非常嫩 很嫩 没嫩 没倒进来 倒了这 其实还好 你看它鱼的弹性 还是蛮好的 是吧 所以吃起来 口感怎么样 这种感觉 在别的店里 一般找不到 这种口不辣的味道 那你觉得 它这个辣味 从哪来的 就是那个胡椒粉里边 出的那个辣味 吃胡椒 吃出来的 看到没有 火辣辣的 面倒特别好吃 这个麻椒特别正 吃得特别香 是吗 美哥 是的 还有 往后牛 往后 快 上 我们今天双鸡胃 知道吗 我们今天双鸡胃 但是 这个鱼特别嫩 特别滑 然后这个汤 喝得特别浓 这个汤也特别好 对啊 对啊 这个汤特别香的 酸菜鱼的这个汤 是可以直接喝的 是的 可以的 但是那个麻辣鱼 可能就 这个麻辣鱼 但是它这个辣椒 放出来以后 然后再添汤 这个汤味也特别香 对那个也很 很适合小孩 小孩 行起小孩 吓死我了 来吧 尝一尝 你尝 从口口汤看去 喝什么汤 它是 弹弄火 我不信 你尝 来来来 来我给你尝 我给你尝 吃点辣椒呗 肥哥爱了 喝辣椒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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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尝尝 天哪吓死我了 要懒不住的话 我心里就不知道 怎么着了 这个汤特别浓 真的 很不错 酸菜的香味很足 是吧 这个吃起来腻不腻 不腻 不腻 香味不腻 然后这个麻辣呢 吃着又特别的好吃 其实平常我们吃这个酸菜鱼 我们都会觉得这个汤 应该会比较咸 就是有点厚的那种 但是它这个汤你喝起来 还是味道不是特别重 它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 有一个就是那个蕃茄鱼 然后很适合小孩喝 真的是进入尾声了 我们是蕃茄鱼跟酸菜鱼 蕃茄和酸菜 它这个蕃茄鱼的鱼汁特别浓 真的是能喝的 对对对 要尝一口吗 不用不用 我也有 我们有麻辣汤汁 价料比较浓 你看我们都吃了好多酸菜了 还有那么多捞出来 这个酸菜真的 我们在外面都买不着 我都想问他在哪买的这酸菜 不用管 这酸菜真的味很正 直接从他这买 我就下次准备问他在哪买的 其实这熬一锅还可以 我就想 就是我就想带回去的 让他待会儿让他打包带回去的 好厉害 他特别喜欢吃 其实我们平常 大家我都是知道了 我们吃那个酸菜鱼的时候 像小朋友 他们的口是很难适应的 对吧 因为他会比较酸啊 或者带点让他焦啊 什么之类的 但这个就没有问题 没问题 酸的香就是香 关键是香 这个酸菜入口很香 就是香 这个酸菜 脆不脆 脆 脆 就是没有那种说 煮猛了的那种感觉 没有 这个真的不知道怎么 你看我们现在 在锅里也煮得了 这个酸菜真的很好 我天天做饭 在菜场买得到 你还喜欢看你的节目 是吗 给你一次激活我叫什么 小飞 我刚刚准备说已经抢出来了 我跟你讲哈 你今年火火火旺旺旺 谢谢谢谢 一定是这样子的 哥 你有啥愿吗 爽不乱 然后看消费给你算 能够试验不得 事业 对对对 爱情 爱情是主要的 家庭 对对对对 爱情是主要的 爱情是主要的 爱情比较主要了吧 我没玩手 没玩手 买哥 赶快哥 叹息了一手 没关系 咱叹息完了之后 咱踏踏实实的 咱两岛 遇在这儿吧 老顾客了 老顾客了 对 在这儿已经吃了有四五年了 所以一般来这儿的话 会点哪个口味 一般的话就是麻辣 跟这个酸菜鱼 麻辣酸菜 对 麻辣的吃起来什么感觉 它有一股那种 重庆麻辣火锅的味道 但是呢 它经过 应该是厨师经过一些 这个调配以后 非常适合我们这个 北方或者说 河南地带这个口味 就是没有特别辣 但是带着香 但是你要这么说的话 像重庆那边 它吃的会比较油一些的 对对对 你看它这个 有那种油腻感吗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对没有 还算清爽 对对对 然后再加上 它平时夏天配的有这个 夏天配的有这个 这个 冬天也配的有这个 你猜猜这个是什么 现在冬天配的这个是什么 没有 你不要这样考验我嘛 它肯定有个酸字 对不对 没有没有 夏天是蒜梅汤 对 然后冬天呢 你看着跟蒜梅汤一样 其实不是 那它是什么 很大的一个玄机 它是红枣水 红枣水 对对对对 你摸一摸一下是温的 这个是温的 夏天是凉的 哦 这时候应该稳凉稳逆 第一 第一哥们你你这辣 入了多少锅 对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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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哈 那第二个你这个免费不免费 一般情况下 夏天喝 第一个是免费的 第二个 那就要付费了 哦 你们俩其实聊在两个频道上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你就懂了哈 对吧 嗯 美女觉得吃起来怎么样 嗯 我我一般不太喜欢吃鱼 但是我就吃她家的鱼 不这么夸张啊 真的啊 其实你可以说没得选择的 哈哈 来到这儿必须得吃鱼 不是 它这个鱼吃着就是比较 比较嫩 嗯 而且特别入味 因为有的鱼吃上去它是表面上有味 里边没有味 有味 对对对 但是我看你盘子里头好像不是鱼 我们鱼都吃完了 我们现在涮菜 哦 所以那个是涮羊肉之类的 是吧 对对对 哦 你觉得它那个酸菜怎么样 你觉得 嗯 我 酸菜 酸菜 它这个酸菜我爸特别喜欢吃 是吗 对 哦 大神原来是藏在这儿的 呃 您的新年愿望是什么 您的新年愿望 说 您不希望下次咱 明天咱来吃饭 然后这儿再讲 这小凳子啊 提网 是不是 啊 无比啊 小伙 这家位于秦岭路上的火锅鱼店 尽管没有太过的装修 但是依旧阻挡不了大家来这儿吃鱼的热情 据了解 这里共有四种味道 香辣浓郁的胡辣鱼 麻辣鲜香的麻辣鱼 鲜香浓郁的酸菜鱼 以及酸甜适口的番茄鱼 再配合一些可口的小菜 或是三五好友的小聚 或是全家齐上阵 先吃鱼 再涮菜 满足了不同的需求 而大家来这儿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冲着这里的味道来的 感谢承德露露对粉朗木观众奖品的大力支持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其实呢坐在锅边你会觉得就这边灯笼椒 那种特有的香味 然后直接就会冲着你的鼻子就过来了 然后呢里面呢还会有这个酸菜鱼 那种酸菜的香气 来了 先来个不辣的 酸菜鱼 看到了吗 其实整片的鱼你加起来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鱼肉吃起来很滑嫩 而且呢 吃的时候 你还会觉得 略微带那么一点点筋筋的咬劲在 这个酸菜人家吃起来的时候 它那个脆度是特别好的 不会说煮的时间稍微久一点之后 然后咬起来就是完全就是已经 按照我们恒大话说就是已经弄掉的感觉 它吃起来很爽脆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麻辣口的了 其实它这个说叫麻辣的 其实呢辣度并不是特别的高 你首先到嘴巴里面之后 你第一反应是味道很香很足 然后呢慢慢的 那个麻味会在你那个舌头上 慢慢慢慢慢慢的就炸开了 你知道吗 所以它说是麻辣 其实它麻味香味会突出一些 麻香味更足 但是辣味呢 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重了 它更多的是这种灯笼胶 所散发出来的香味在 而且呢 它入味的效果是很好的 其实我们今天选择的这两个口味啊 是有寓意在里面的 酸菜鱼呢 是祝大家伙年年有余 然后呢 麻辣鱼呢 是祝大家伙呢 红红活活 走在这条街道上感觉真的特别好啊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香香美食 我是香香 今儿个呀 我可以说是在一个挺热闹的地方 在金水路和二七路 算是郑州的市中心了 我们导演说呢 就在这条路上有美食 这个我绝对相信了 但是他说呀 是一个闹钟取静的地儿 他说要拐进一个小巷子才可以啊 是一个小馆子 但是我就特别的好奇了 是什么样的小馆子呢 苍蝇的小馆 还是一个开了很久的一个什么样的馆子呢 咱走走看吧 这儿有一个巷子啊 应该就是在这个附近了 好冷啊 动了头都是疼的 这儿有个小楼哎 哇 这儿真的有一个 这是个饭店啊 保护记 保护记了解吗 这个 了解一点 还可以 吃过两次饭 这一个小楼都是他们家店的吗 真有意思啊 我们我真的还第一次知道呢 好 是不是 有点什么的感觉呢 就是 笑不笑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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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找的就是这家店 从外面看 独栋二层小楼 非常别致 里面的装修很简单 却透着大气 给我的感觉真的是 有点到了上海的感觉 你有这样的感受吗 就你看 他这里的装修什么的 很有点 那个十里洋场的感觉 你看我看见这样的环境 我第一感觉 突然应该 想到的第一道菜 就是化美小孩 然后想到的这个词 还有就是红酒 但你看大家吃的这个东西呢 又不像是那种南方的美食 我看了半天 我刚才以为 这儿是卖南方菜的 结果不是 这菜也分色卖的 我们整到来 整到来 因为我走到奶奶 两早下吃 这种我们两个狗来 整个我们要点个肉 他们家主要卖的 那其实是玉菜吗 还是什么 它的菜基本上 都接近家庭这个口味 还是挺不错的 您说这是卖家常菜的 对 说是家常菜 从成菜的器皿 以及菜品上 都能看出店家的讲究 后来打听才知道 店家经营的是精品家常菜 我看到这个菜 好像挺受欢迎的 那一桌也上了 你看 应该是腰排菜 这牛柳 蒜香牛柳 蒜香 蒜香牛柳 昨天我点 蒜香吗 蒜香味 蒜香味 蒜香 蒜香还是蒜香 蒜香 大家蒜在蒜 发音不准 蒜香 蒜香味 其实啊 你绕饭 还不得你尝着这个口 不用 谢谢谢谢 不用了 拿个空块 真不用了 真不用了 你看我这一份人 都觉得我身体比较长了 好了咱不问了 这汁里面配菜 我看着也挺丰富的 对对对对 牛肉 什么鸩鸩蛋 还有这个 普通粉 比较家常感觉 但是比较合口味 对吧 你看这菜 我就说什么来了 你们也点了 都点了 基本上它都有这个菜 那一桌也有 有还不止的 那看到这一桌 这叉应该比较受欢迎的了吧 对 它这个口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首先这个牛 牛肉做的比较不错 添了一个 葡萄粉和那个什么豆腐丝 它里面那个层次比较分明 有牛肉的味道 有那个粉条的味道 反正这个掺杂着 有这样的大会菜那种感觉 但是呢 层次比较分明 说到大会菜了 我看大会菜也是 挺受欢迎的 是吧 对对对 那一桌也店的有 这桌也有大会菜 对 真太厉害了吧 大会菜是传统菜嘛 这么精致的一小楼里 是吧 大家在吃大会菜 都是这么大的盘子上的 那还有什么菜 您可以推荐给我的 他们那儿的招牌 它那个鱼丸还可以 就是有一个 我忘了那个叫什么鱼丸了 鱼丸 是什么味型的 是一片鱼丸 对 太鱼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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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凉味也超好吃的 我这会儿已经大概知道 有几个菜 就是比较受欢迎的 第一个呢 是这个蒜香牛油 大锅菜也OK 还有那个太鱼丸 炒凉味肚子够的话 也可以尝 刚才大家说的这几道菜 虽然人气比较旺 但还算不上是店家的看家菜 哇 这个是什么呀 三楼子鱼丸 哇 这个也脏了 闻着酸味 哎呦 这也挺好闻的 二楼子感觉特别的明亮 这里感觉更好看了 哎 终于看到红酒了 这一天终于见到本尊了 我也很开心 我终于见到红酒了 因为我觉得 跟这整个的调子 是比较搭的 其实你看在这样的 这个环境当中 尤其它的墙面 其实全是黑色的 这个木质材料 但是却特别有质感 我就一直觉得是 有点这种上海的感觉 很用心吧 能说这个老板很用心的 能感觉到 菜用心吗 菜 哎 这个是必点的 因为我们来这儿 它这个太阳鱼 是肯定是 要每次都要吃的 哦 这个太阳鱼 这个太阳鱼 非常棒 非常棒的 它是外焦里嫩 麻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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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辣鲜香 是 你看不出来 确实是麻辣味的 麻味重一点 麻味重一点 就还麻一些 还麻一些的 因为太阳鱼呢 这个最早吃 可能就十几年前 我们在 我知道 这几年比较流行 太阳鱼呢 它的原名叫 头头鱼 是四川 德江的一个 泰安镇 一种地方小吃 后来就是路过的 这个司机啊 一船是四川百 就这个菜就传到重庆 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 成为四川重庆的一个 一个很红的一个菜 我们去采风之后 拜访了很多这个老师傅 然后学习了这道菜 后来我们又改进了一下 中间有很多年呢 大家都不怎么吃了 因为它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味道太单调了 但它这个摊鱼做呢 就做的 味道就更丰富一些 除了鱼本身呢 加了一些这个鞍鱼蛋 这里还有鞍鱼蛋啊 这里边加的有鞍鱼蛋 出国之前加一些芝麻 更香啊 所以这个味道 就会更香一些 鱼是比较嫩的那种 然后吃的味道挺好 稍微有一点麻 有一点辣的那种 再一点点辣椒 所以它整个的味道 都不是那种特别刺激的 对对对 都能接受 属于那种家常的 私房菜的那种 比较 有一个私房菜的感觉 泰安鱼最早用的是帘鱼 后来店家改成 没有刺的鲈鱼和回鱼 更上档次 吃起来也更方便 于是客人来了 现点现杀 从中间片开 去掉中间的大骨 鱼肉先切条 后切块 裹上糊 下油锅炸两遍 捞出沥干油 接下来要调个汁 老板说 这道菜味道的关键 就在这里 大量的葱段 配上几粒花椒 在热油中炸香 别看就几粒花椒 吃起来却够麻够味儿 应该市面上买的话 150你买不到 一斤 这个花椒 对 这个花椒 这个花椒是四川汉原花椒 在当地也是限量的 我们是跟汉原那边的商户 农户签订合同 我们每年就说这么多 按照我们挑选上来说 它是皮薄 然后花瓣大 然后籽少 然后味道浓烈 灯笼椒是选用的贵州的一种 肉质是比较厚实 然后椒香味比较重 它的辣味儿没有那么浓烈 就是让人吃着的不至于那么刺激 汤汁里除了花椒 灯笼椒 另一个提卧的秘诀 就是这些泡菜丁 泡菜是为了突出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呢 就是一种清香 就是解腻 简单调味儿 两分钟烧好汤汁 浇在炸好的鱼块上 前前后后总共也不到十分钟 做菜速度还是蛮快的 撒上芝麻端上桌 趁热先吃鱼块 方方正正的鱼块 果然外焦里嫩 花椒的香和麻 加上独特的泡菜味道 就是店家改良后的 泰安鱼独有的味道 说起泡菜 酸萝卜炖羊肉也是这个季节 上桌率非常高的菜肴 那这个您吃了吗 我是跟着这道菜上来了 这个我没吃了 这个我没吃了 酸萝卜 这个是泡椒 泡椒味跟别的地方做这个 炖的羊肉不一样 里面加了油 已经加了这种泡椒 味比较特别 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它等于是用腌菜来做 酸萝卜 酸萝卜 这个萝卜特别脆 羊肉呢 羊肉也比较嫩 辣椒比较嫩 比较新鲜 高辣椒 我喜欢这个 酸萝了 就是觉得 羊肉不鲜 让我吃了 酸萝了 喝点糖 可爱 就味道比较浓 对对对 冬天喝一喝 比较舒服 它会很辣吗 因为我看到有泡椒在里面 稍微有一点点 但是能接受的 对能接受 向往平常不吃辣椒的 但是这个我都能喝好几碗 我现在在这屋子里 一直闻到的 就是这道菜的香味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酸味 我们几乎每一次来 都会点酸萝对羊肉 那看来你也是常来了 是吧 经常来 它的这个酸萝卜的这个味道呢 特别特别俗 羊肉的这个口感非常好 里边呢 它除了用这个 用那些泡椒以外呢 还用了有一些胡椒 所以它的这种辣呢 既有泡椒的这种酸辣 也有胡椒的这种香辣的这种口感 所以这道菜呢 酸萝卜炖羊肉 羊肉选用的是老板老家玉东的山羊 而这酸萝卜则是店家自己腌制的 这可是我们的宝贝 宝贝 这无法复制这东西 老汤 老汤 这味儿挺大的 闻着有个都不乳的那个发酵的味 它是天然发酵的一个东西 全靠自然的发酵 除了盐什么都没有 开店第一天 请的老汤 然后发酵到现在 我们开店多久就泡多久 这汤不会坏 不会 得去啊 这个东西系油 就跟咱们家里泡酸菜泡菜是一样的 一滴油 这缸菜就坏了 这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就能捞出几片萝卜 今天这已经用完了 对对对 以前也是萝卜炖羊肉 羊肉炖萝卜 感觉着俗套 就是我们用这个泡菜呢 试了一次 感觉呢 自己吃着特别舒服 然后就用一些泰安鱼的手法 跟咱们玉菜里面的萝卜炖羊肉 结合了一下 然后创造了这个菜 大家推荐的蒜香牛柳 招牌菜泰安鱼 以及店家自创的酸萝卜炖羊肉 同样是汤类菜肴 每一道菜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味道 然而这些暖暖的汤菜又有着共同点 那就是鸡汤打底 老板说鸡子是从黄河边搜集来的散养老母鸡 每天熬上两只 勺子搅动的时候能闻到鸡汤的清香 我们在后厨还发现 每道菜的调味也很简单 就靠家常的调料 有点追求裸烹的意思 因为我开店之初呢 以前也是跑业务 胃不太好 我开这个店呢 也是想让自己吃好 这是一个事发点 第一 不允许放天家剂 第二 不放味精气精 这是我自己吃饭的原则 也也是我做店的原则 老板对菜品比较讲究 对得起二层小楼的别致感 家宴 朋友聚会 同事聚餐 还真是个不错的地方 如果您感兴趣 请记好地址 金水路与二七路交叉口 向西五十米路南小胡同里 站在金水路上就能看到 今天大家大队 我上来到了大开封啊 有没有发现 凡是定过都的地儿啊 这个小吃就特别的多 尤其是咱们河南 有一个特色 像什么洋洋啊 开封啊 这地方 不仅小吃多 而且这些地方 就尤其爱喝汤啊 汤汤手手是特别多 来到开封 你要说没喝口 汤就走的话 等于是没有来过这座城市 你像什么羊肉汤啊 牛肉汤啊 鸡野汤啊 那今天啊 咱就说说这个汤 而且说啊 就说这个 开封算是独有的鸡血汤 说实话 这么多地儿啊 其他地方还真没见过 那今天英雄打听乖 也是说有一家 开了三十多年了 味道不错 一起去看看 作为开封特色的地方小吃 鸡血汤这种美食 在开封的大街小巷 可以说是随处可见 而位于自由路的 这家鸡血汤老店 是很多当地老吃家们的最爱 让人追着吃了几十年的老味道 即使恶劣天气 也阻挡不了吃货们的热情 这种美食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 但如果这个味道还要饭 因为这个味道还可以 那汤就鲜行 所以要多少钱配吃的汤 10块钱很好 10块钱 那时候 你是吃了两服的那个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鸡血 吃的很好 挺好的 味道比较纯正 再加上这个看着 从四海上的 还是比较 尝硬 味道还保持的挺好的 十块钱一碗的全家福在这里是最受欢迎的金字招牌 不光亮大石灰 有一种独特的味道 也是老食客们的最爱 一定要加白胡椒 一定要加这个 加这个您觉得是起什么作用有什么好吗 对它这个味道有一个提炼升华 如果没有加这个味道 味道要错了 可能错了 错一大捏 夹护腰夹拉腰不好 嗯 一般的夹护腰夹护腰 丰富的鸡杂搭配鲜香的鸡汤 还透着浓郁的胡椒香味 大冬天来上一碗 让人比较冒汗浑身舒坦 你知道吗 一加热冒着热在锅边的时候闻着这个味道 你说多鲜吗 这个 这还能免费蓄汤 对 免费蓄汤 吃饱味 这有点 跟喝洋洋汤的感觉差不多 我看咱这个店也是年多挺久的在这里 今年已经35年了 35年 那你不是老板吗 我是第三代 第三代了 我说这么年轻开了35年了 家传三代的手艺能吸引众多食客追随 奥秘就在这口超大的锅里 现在这个汤是熬好了吗 这个已经熬好了 这个已经熬好了 这一锅着的鸡价带行多少 大概40斤左右的鸡价 40斤的鸡价 然后里面是 两只母鸡 选的就是那种两年以上的老母鸡 然后用它来熬制这个汤的话 这个比较有油 有油 对 然后熬出来汤味会更加的浓厚 老母鸡搭配鸡架小火慢熬三个小时 这是鸡血汤味道好喝的根本 你看看完这个汤啊 这个鸡血汤里面血应该也是最重要的 对 鸡血汤鸡血汤 那像这个血是怎么判断它这好坏呢 第一个你要看它的颜色 如果是假的鸡血的话 它的颜色会非常的红 而且比较颜色比较艳 但是如果是真鸡血的话 它的颜色会比较暗一些 比较暗 就有点发污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然后另一个是 它煮过之后的鸡血是比较有弹性的 这是真的 如果是假的鸡血的话 你煮过肉 你去捏它的话 它比较硬 与人们印象当中的鸡血汤不同 这里与鸡血搭配的鸡杂 都是小碗装好的 内容相当丰富 有鸡肠 鸡肝 鸡针 鸡腰 甚至还有用鸡胸肉炸制的鸡酥肉 而这些实材的制作 也是相当的繁琐和复杂 每一个部位 那个卤的方式 包括它的火候 还有卤制的时间 都不太一样 像那个鸡肝的话 它那个需要用大火来煮它 就是而且时间要特别的快 然后要短 我们那个鸡袜 我们是当天的鲜腰 就是鲜腰 然后切擀刀 切成腰花 然后每个客人要的时候呢 我们在汤里面现烫 现烫 等于烫这个高温 就是把它给烫熟 对对对 然后烫的时候 是在我们的这个鸡汤里边来烫 不在那个料汁里边烫 这样子来烫的话 使那个挖腰吃起来 比较嫩 嫩 然后比较鲜美 都要单独去骨质嘛 我真没想到啊 这个鸡血汤 作为开放那个传统的小吃 还是说 这个做法是这么有讲究 鸡血和各种鸡杂 或者鸡酥肉 根据顾客不同的要求 汇集在碗里 浇上滚烫的鸡汤 就成了一碗浓郁鲜香的鸡血汤 而这个时候 当然少不了这种地方小吃 独特的味觉标记 店里边选的这个胡椒呢 就是直接是原材料 然后拿回来之后 自己来这个打磨的 磨成粉面之后呢 就可以食用了 然后放在汤里边 主要提的是一个提鲜 另外一个喝了之后呢 在冬天的时候 比较去寒 然后放在汤里边喝的话 就是使这个汤味更加的鲜美 他们家卖的这个就是5元到25元不等 今天我挑的这个是 算是店里面点击率比较高的 10块钱的全家 基本上是都有 满满的感觉就是一碗肉你知道吗 先说这个汤吧 他家的汤因为是鸡汤吊出来的汤嘛 汤色是发点白的 上面飘了一层这个火 泛着黄黄的这个鸡油的油花呢嘛 顿时让我感觉我对这个汤是加分不少 一定要买点这个胡椒 在里面确实是非常提味 哎 过瘾 汤很鲜 一点油腻的口感都没有 还算是比较利口的汤啊 这个血管吃在嘴里面啊还是比较Q弹的 而且除这个血之外啊 你看这里面大部分的食材相当的丰富啊 肠子啊 鸡蒸啊 还有鸡心啊 包括鸡肝啊都有 还有这个鸡肉做的这个酥肉好大块 感觉都特过一样 每一样食材 口感和味道都是不一样 整个嚼在嘴里面这个特别的丰富 而且味道真的非常的香 但是觉得埋上这么一碗肉还吃不饱的话 店里面搭配的有这个饼丝啊 喜欢吃烧饼的可以去对面买个烧饼吃 泡在里面 一样好吃 10块钱 喝上这么一碗汤 吃上这么一大碗肉 哇塞 感觉就是真的 我觉得是不是只有开封才有这种待遇 欢迎来到由鹿鹿西而鹿赞助播出的早餐改造计划 我是督促你们吃早餐的Z先生 我知道做早餐吃早餐这件事 对于你们上班族来说一点都不care but 为了让大家有个健康的体魄 拥有高品质的生活 并对社会做出更好的贡献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们每周末都会为你们推出 两期跟早餐相关的节目 希望能帮助你们 啊 不是白看的 有奖品拿哦 参与方式如下 拿出手机 拍下当天早餐节目的播出画面 连通姓名电话 一起发送到香香美食微信公众号后台 就有机会得到鹿鹿杏仁鹿送出的一份精细奖品哦 等不及了吧 那么接下来 show time 本集由鹿鹿杏仁鹿赞助播出 15分钟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鹿鹿 做一顿营养早餐需要多久 半个小时 40分钟 做早餐然后吃到外头摆着吃 那不得弄半天 15分钟就可以搞定 你这得起多早啊 去收拾这么一桌早餐 其实只要你统筹得当 一顿丰盛又营养的早餐呢 并不会耗费你很久的时间 像我今天做的早餐 15分钟内就完全可以搞定 非常适合上班族 上班族长期对着电脑啊 酒座呀 福岸啊都非常辛苦 更要注重早餐营养成分的搭配 第一步我们要来蒸土豆 削完皮以后把土豆切开 这样可以减少它蒸的时间 就要大概蒸的长时间左右 基本上就是说 全程它耗食的时间最长 然后在这10分钟里面呢 我们可以同时做其他 水焯西兰花 把西兰花撒进去 其实非常简单 只是让它过一下水 这就是我们早上要吃到的蔬菜了 倒一丁点油 在锅底给它刷薄 煎着一个太阳蛋 其实我们用的油是非常非常少的 火一定要在最小 我们要慢慢地煎 一定要慢哦 这种状态基本上也就可以出锅了 那我的早餐里边含有蛋白质的就是鸡胸肉 里面有橄榄油 有蒜泥 还有蜂蜜 这个可以提前头一天晚上 给它腌制好 放在密封袋里边 然后冷藏过夜 又在这个同时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可以再试着土豆 这次非常轻松的就可以插进去 说明熟了 现在要做土豆米嘛 把它压碎 加点沙拉酱 放火腿肠 然后搅拌匀 碳水化合物 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主食嘛 或者是含有淀粉类的蔬菜 淀粉含量高的土豆 它配合火腿肠跟沙拉 然后做成土豆沙拉 这就是我今天的碳水化合物的代表 土豆泥做好的时候 鸡胸肉也基本上煎好了 切一下装盘 我们的15分钟快手早餐就快做好了 冬天的早晨 喝一杯温热的陆陆杏仁露 对于上班族来说是非常合适的 现在我们就要用开水来温热一下陆陆杏仁露 它就是我们今天早餐的饮品了 因为陆陆杏仁露里边含有山杏仁坚果 有丰富的植物蛋白 跟我们刚才考虑的蛋白质 这个主题是非常吻合的 它可以很好地补充我们所需要的蛋白质 一顿自己做的营养早餐 一杯暖心的陆陆杏仁露 唤醒沉睡的身体 为一天的生活加满能量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香香美食 我是香香 今儿个我们来到了市中心 那导演今天我们要吃点什么呢 今天带你去踢馆 踢什么馆 别闹了我要吃美食 走走走 成龙的馆 哇 那我得从头去练啊 不用全脚 舌头就OK了 开饭店了 对 他不拍电影了 副业副业 吓我一跳 那我怎么找啊 这样大卫城十二楼 哪家门口明星多 哪家就是 明星多来了 对 行吧 行行行 行吧 我也是明星 河南的 美世界的 我觉得今天是一个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因为这十二楼呀 相对的没有那么热闹的连着 有很多明星 那不应该有很多人围观吗 确实了吧 那 哇 那是这儿了 你看一看 应该是这儿了吧 成龙大哥开的店 应该卖的就是广式的美食 是吧 咋味 咋的 为什么一说这个 展示的茶餐厅啊 或者是乐式的餐厅 让人一见面 都会有很多感觉 就是因为他跟您打招呼的 就是他挂在这里的 这些烧腊 烧鹅 这就是什么呀 鸡 鸡 鸡 有意思了 这家店全是名字 还可以 而可 大家都会有很多 首先 证明 说 这家店 打扰 鸡 有 1992 看来我是找对了 没问题 这都是您烤的 对 现场在这烤是吗 对 那边是正在风干烤之前的 这个是做好准备的 风干 风干以后才能烤 上脆浆风干以后才烤出来 皮才脆 我们广东上头的鹅 我们本地鹅做不成 可以做得成 但是效果没那么好 因为这边基本上都是冰仙的 冰仙时间长 那没有什么水分 这个必须的 要广东控运上 新鲜控运上来的 烤出来肉嫩香皮脆 就是我知道 比如说广东香港 他们做姜状奶 一定要用血牛奶一样 就是要用当地的食材 做当地的食物 这样才能做成好吃 这是什么呀 这颜色这是烤坏了吗 这颜色怎么这么重啊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是叫冠军机 冠军机 对 这个颜色比别的都要重一些 因为这个已经烤好了 上面那个是还没烤好 也就是说它要经过最少两次进炉才行 对对对对 先经过那个一天一夜的腌制 腌制好以后 先烤一下那个皮 有蛋来了 它重新再烤 烤到这个颜色皮脆 它是香 嫩香 肉滑 这个最正常出品的 枣红色 你看它那个边上 皮已经炸开了 有那种琉璃感了 也不知道是因为这玻璃的事 据说冠军机最早叫钢管机 因为龙嫂在众多菜品中最喜欢这道菜 所以就改名为冠军机 都得到龙嫂的认可了 龙师傅当然得意了 冠军机选用的是广州散阳走地机 所以机子体型整体偏小 与深井烧鹅并列 是这家店的招牌菜 既然是招牌菜 自然这价格也不低 据说人均消费也在百元出头 至于味道如何 这还要等到香香尝过之后 才能下定论了 招牌菜价钱虽然不低 但刚过中午十二点 店里的客人已经基本坐满了 你们是常来吗第一次 第一次 就是听说是成龙的店 然后就想来试一试 其实想的是大哥开的店 不知道怎么这样 是 然后试完就觉得行吗 我觉得挺好 特别是他家这个烧 鲁水烧腊的 对对对 这个还挺好吃的 烧鹅呀叉烧都是挺好吃的 你是第一次来吗 对今天第一次 那你整个的感觉如何 我也第一次来 感觉装修还比较上档次吧 然后环境也挺好 之前去北京的时候 然后就搜 在网上搜 然后也挺多推荐 就是这个茶餐厅 然后咱们郑州也有开幕 就过来 最来了 来拔草的小伙伴还真不少 除了招牌菜一定要尝 还有哪些是必点的呢 啊 招牌 他们排第一位的是这个鱼蛋 一说鱼蛋很有感觉啊 你看这很多的这个连续剧里 这男女主角都是在这个鱼蛋车前认识的 这我们北方人其实吃的还是相对比较少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感觉 这个菜好特别啊 我很好奇它里面装的什么 它有点散发的那种香甜的气息 可能是来自于它这个酥皮 哎呀 你看 说什么来着 就这个酥皮真的是很有市场 看到了吗 主要点都会有 它真的是很有形式感 好 看看那 哈喽 美女 你好 你好 特别好奇就是这个菜的味道 就是它那个外头那个是酥皮 它上菜的时候 然后会用那个服务员会用刀 然后把这个切开 这个酥皮里头就像那个半塔类似的那种酥皮 然后有奶味也挺好吃的 然后蘸着这个咖喱汁味道也挺好 然后里面鸡肉就挺嫩的 它那个肉质还是挺好的 有咖喱吗里面 有一点吧 可能有一点那个味道吧 都是美女很多 还帅哥 不好意思 来看一看今天点的也有这个菜了 这个挺好吃的 那个底下那个酥皮挺香的 囊 它一直称这个是囊 就有没有觉得它这个还蛮有特色 对对 从来没在其他地方见过这个 就感觉挺神奇的一个菜是吧 对吧 老婆 这个本来很不少 只能吃什么 吃饭 我都吃了 把他们吃到有多种 来呀 我们吃了 这种的称平 就是要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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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后味就是这个鱼蛋的香 这个不错 吃上去又弹 又有点脆脆的感觉 平常我们觉得这个鱼蛋 可能会要清淡一些 但它这个做的味道就很浓 据店家说 他们的咖喱鱼蛋 在北京十几家店都卖得非常好 曾经有顾客 因为没有吃到鱼蛋 整顿饭都吃得非常不开心 虽然只是一件小事情 但也说明咖喱鱼蛋 放在菜单第一页 是有道理的 据店家说 他们的咖喱鱼蛋 在北京十几家店都卖得非常好 曾经有顾客 因为没有吃到鱼蛋 整顿饭都吃得非常不开心 虽然只是一件小事情 但也说明咖喱鱼蛋 放在菜单第一页 是有道理的 好 香姐 这是你烧鱼 哎呦 烧鱼也来了 是的 可以尝一下 先不蘸酱尝尝 皮儿也特别的脆 油脂基本上都已经把它烤干了 吃上去就更香 它的这个香 跟这个冠军鸡的香味是不一样的 冠军鸡的香味就是这种 调制过的这种味道的香 但它这个香就是这种烤出来 本身有的香 而且是它很丰富的油脂 被烤干了之后的独特的香 两个味道不同 这个里面特别的软肉 很鲜嫩的感觉了 豆包 菠萝油都是不错的甜点 大哥奶茶极力推荐 一定要尝 要问主食点哪一个 炒米和牛喝值得尝试 喜欢喝汤的 云吞面可以点 蒸笼类的虾饺是值得推荐的 整颗的虾仁很饱满 味道也不错 今天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菜 印象最深的 我们好吃的还是不好吃的 都可以说一说 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 那个凤爪相当不好吃 好 凤爪不好吃 你是不是觉得它不够烂 相当不烂 好 凤爪没有糾透 那好吃的是哪一个 好吃的这个叉招都挺好吃 好 吃吃吃吃做的那些很好吃 好 叉招还可以